我覺得自己的quarter life crisis就是 當見朋友都畢業了 出來工作 找到自己人生的初型的時候 我還好像停留在first grade 一直不停蔓延這一段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結的運動員生涯 quarter life 我在書裡也寫quarter life 一直以來運動員這三個字就定義著我自己 所以其實已經撕不掉了 25年我不是一出生就游泳 但基本上當我識性開始都已經在游泳的時候 這件事已經在我心裡 怎樣拔也拔不出來 25歲我在代表香港出去比賽的女生 我是第二老了 不過現實來說 25歲在游泳界世界上 其實還可以進入 接下來一個quarter life 即是half life crisis 希望不會是crisis 到時候應該要有些成功 最好希望我到時候的自己 還是在做自己熱愛的心愛的事情 我才能見到幸福 會不會是